是什么声音回头又在响 这是防空演习吗 住户搬东西上去继续吵 一经过就有警报声吓到不少人 都会吓到很多次 人家走过去都会叫 你可以弄静音的 不要吵到别人 他是故意的 住在新北市中和这间公寓四楼的男子指控 三楼装了这台警示器还开警报声 当三楼对门的回家或四楼的人经过 就开始发发发 连二楼邻居也受不了 指控的声音从3月29号吵到4月没有停过 出国有一天走出门 没想到走题材走到一半就听见这个声音 他还以为发生什么事 没想到抬头一看 竟然是他们的摄影机发出了警报声响 夸张的是这样的声响 是吵得整栋居民都不堪其扰 一天吵至少三十次 走一次吵一次居民报警求救 警察说他不受理 叫我们打狂暴局 狂暴局也不受理 说叫你们地方的警察来劝导 拿出报案截图 3月31号拨给中和原山派出所 又打到中和分局 三通报案却不见一个警察来关切 实际询问装监视器的住户 警报在哪 你想 在四楼 这个的 这你啊 这你吗 我不知道 环保局回应警报声不是连续性噪音 部署噪音管制法范围 但还是会派人劝导 居民只希望相关单位别互提皮球 民众求助的声音 玻璃是大人 您听到了吗 TVBS王伟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